- 破敵三國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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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是由點核數位代理的快節奏殺盤策略SLG - 而遊戲也請到了王陽明擔任遊戲代言人 - 遊戲是一款真實還原了三國時期戰役的正統謀略SLG手機遊戲 - 玩家將以日本、韓國玩家 - 同服比拼、施展謀略、破爭殺敵、一較天下 - 遊戲的玩法真的超級像三國志戰略版的 - 在戰鬥玩法上面就是自動戰鬥 - 玩家可以安排自己喜歡的武將上場 - 而每位武將也會有自己的專屬技能 - 在戰場上也都會自動使用 - 另外在兵種上面也會有所不同 - 玩家需要因應敵方的兵種 - 使用槍刻關係才能克敵之勝 - 讓排兵佈陣變得更騷腦、更有趣 - 另外在內陣的玩法就比較簡單一些啦 - 大致上就是收集物資 - 像是木材、鐵礦等等物品 - 才能夠升級組成 - 讓自己的城市變得更加強大 - 遊戲一開始所送的5連抽 - 還是可以重複的重刷的 - 算是遊戲中比較有福利的地方 - 我大概刷了10分鐘左右 - 就會有比較喜歡的角色了 - 而目前遊戲預計在這幾天就會上市了 - 那讓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-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- 我們現在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- 破敵三國志 - 那是由點核數位代理的 - 快節奏殺核策略SLG - 我們現在來配置一下 - 沒有什麼人可以配置 - 直接配置嗎 - 我們就一個人了 - 潘鳳 - 潘鳳馬上就要被領便當了 - 馬上就要領便當了 - 依照故事劇情 - 因為目前大概有點像是故事劇情在說 - 他被華雄領便當了 - 那先說一下他的代言人是王陽明 - 王陽明他是代言 - 他是裝扮國家 - 他是說他最喜歡國家 - 那目前遊戲應該在台應該 - 最近在預先註冊 - 所以應該會 - 近期內就上市了 -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畫風是非常 - 我覺得非常漂亮的啦 - 就是蠻流行的畫風 - 但玩法還不知道 - 因為目前是直立式玩法 - 青龍寶刀在此 - 來了 關羽來了 - 他們現在在講關羽那一段 - 斬花雄那一段 - 那他只是一個小兵 - 就是弓箭兵而已 - 哪有那麼丘啊 - 來 - 行軍 - 下陣吧你 - 來 - 國安謀 - 他是盾S - 槍棋S啊 - 來 - 加到最大 - 就變魔關羽 - 不是 - 魔關羽是另外一部遊戲 - 別部遊戲 - 但是我要神趙雲 - 我乃魔關羽 - 不能再講魔關羽這梗了 - 這樣就贏了嗎 - 全軍出擊 - 攻下四水關 - 直取董賊 - 好啦 - 至少有全語音 - 我覺得還不錯 - 哇哇哇哇哇 - 這變成 - 突然變成那個三國治 - 戰略版 - 進入戰場 - 戰場不知道怎麼樣 - 我們是在這裡 - 欸可以畫面縮小嗎 - 好啦還不錯啦 - 這樣打法還不錯啦 - 算蠻特別了吧 - 雖然我覺得大家玩一段時間 - 可能耐心就不夠 - 但是蠻新鮮感 - 蠻新鮮的 - 但就是直立式的 - 畫面比較小 - 有點可惜 - 但是蠻新鮮感 - 但是蠻新鮮感 - 好我們要來招募了 - 招募狀 - 哇寫一個怪玩客的玩好了 - 玩 - 玩 - 五個 - 幹 - 潘鳳 - 蛤是神將欸 - 五星神將 - 可是這個 - 它不是蠻後期的嗎 - 有點像禁朝的 - 如果你們在玩那個三國武裝系列 - 你就知道 - 它應該是比較後期一點的 - 重新招募好不好 - 我們可以重新招募 - 重新招募 - 黃蓋 - 蓋 - 蓋 - 欸 - 所以我是新手 - 所以我可以一直狂招募嗎 - 所以 - 潘鳳我就不要用他了 - 孫 - 錢 - 所以不要用了 - 看能不能招到一個 - 我自己心目中好一點 - 呂夢 - 也還不錯 - 我們再來吧 - 這個也不錯 - 無為奉仙可在 - 喔 - 董卓 - 董卓 - 好啦 - 我們就用董卓了 - 其實我剛剛刷了大概 - 七八分鐘了 - 沒有刷到關羽 - 沒刷到張飛 - 沒刷到劉飛 - 沒刷到曹操 - 董卓刷了兩次 - 沒有刷到呂布 - 董卓是我覺得最好的開局 - 其他的話就是什麼 - 欸 - 袁紹 - 好我們開始 - 好我們現在要選擇一個地點了 - 餵 - 騎兵生蝦 - 兩趴 - 鐵礦也增加 - 弓兵增加兩趴 - 數 - 槍兵增加 - 糧草 - 好我們就是選 - 數吧 - 是兄弟 - 好我們就選屬啦 - 主攻 - 此城被責員搶佔許久 - 兩天被毀 - 那現在這個玩法應該是SLG玩法了 - 進去吧 - 行軍 - 先進入城內 - 我們現在有很多人 - 其實我們有董卓 - 然後我其實還不錯 - 這次開局還不錯 - 一個董卓君 - 然後兩個 - 算是紫色的吧 - 兩個紫武 - 只能有一個 - 另外要另外一星才解鎖 - 好 - 增兵 - 最大兵力 - 好 - 夠 - 誒要跳出去了 - 在外面 - 其實怎麼玩起來有點像三國之戰略版啊 - 真的有點像耶 - 玩得有點像耶 - 玩得有點像耶 - 但他戰鬥的方式就是比較 - 嗯 - 弱一點點 - 我個人覺得啦 - 煩死了一直在那邊 - 玩得風仙何在 - 玩得風仙何在 - 我要戰鬥畫面在下面 - 很小 - 也有技能啦 - 也是有技能 - 到 - 整體起來稍稍死亡 - 稍稍而已 - 因為畢竟三國之戰略版最近才剛上市嘛 - 對不對 - 然後也 - 也打了那麼 - 那麼熱鬧 - 攻赫主攻 - 已被攻占資源點為中心 - 其相鄰 - 這邊可以幹嘛 - 糧草 - 等一下 - 那西梁刺核軍接近了 - 想被我打嗎 - 那我們現在是要 - 起兵主攻 - 前方突顯西梁刺核 - 所以我們現在要換 - 應該是要換他的兵力吧 - 我在想應該是要換成 - 對有沒有 - 切換兵種 - 槍兵 - 快速補兵 - Go - 出征 - 無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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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一直 該該就 該該就 欸 其實他有一個郵件 那代表說應該會送東西喔 然後這樣的玩法其實類型好像 我刷的那麼辛苦 刷了大概將近十分鐘才刷到這個董卓 因為刷了第二次董卓覺得很可惜 就不要浪費這機會 但他一直給我五兒風仙又夠吵 好 回家了啦 回城了啦 五兒 等一下 我先看看 好 任務是得到一名新的武將 但我想先看看 他好像有先東西送我們 立即使用 得到一些道具 好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依照劇情去招募 然後免費招募一次 張飛 關羽為什麼比較帥啊 蘇格亮 亮 趙雲 神趙雲 我剛剛七球得到他啦 許豬 下午都沒有打到 草叉也沒有刷到 大橋有沒有 刷了好久喔 刷了五分鐘 十分鐘有 我要寫一個刷 張秀 張秀 好啦好啦 張秀也可以啦 勉勉強強啊 他有其他的欸 譬如說中城嗎 中城名將 他這個其實我認為他劇情蠻特別 因為他劇情其實有蠻多 應該是鎮史裡面的劇情喔 我自己是覺得啊 鎮史 我們領取 然後將 易政廳升到第二集 好 我們進去了 易政廳應該就是內政吧 內政應該有 哇 這長得也太像了吧 有幾秒 七秒 那玩法其實就蠻類同的啦 就是去刷這個 就可以去增加其他的東西了 研究一下 然後這也是研究一下 那你這還是得必須要有 然後我們插實況 哇嗚 實料不夠 是不是就要去打 實況也不夠太多了吧 我想我們應該是要想辦法去打一些實料 好 大星土木啊 哈哈 現在已經有了嗎 我覺得我剛剛原本不夠啊 喔 有了 有了 要一點時間啦 我想看一下我們的武將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武將 喔不是 這些是 完成主線之後可以任選一個梅亞 我們來看一下武將 他其實後面還可以再裝備5技 他是這一開始他的基本技能 後面還可以再裝備他的5技 喔 很不錯耶 嗯 點滿 呵呵呵 我乃上將盤鳳 烏爾奉先合作 忠臣不是二主 西川槍 我們要攻佔一個高級支援點 好 我們就來攻佔吧 我在想這種應該像是 等一下要攻佔兩個或是 兩個一級或是更高級的支援 是一個嗎 四級農田 五級林地 我們要攻二級就好了